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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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孫嘉宏 我的天啊 今天 後半場我好像是年紀最大的 是嗎 因為我今年算是28歲 雙子座的 馬上就要買28 對 所以 這種 這種機會不太常有 通常我都是 在這種演講場合是年紀最小的 是屬於幼幼班等級的 沒想到我在這邊屬於是 是比較長者類型的 有點不太適應 OK 其實剛剛我很認真的聽 各位講者 其實 講得真的非常精采 而且非常的感動 有很多的內容 我發覺真的是 聽得心有七七言 好 OK 看我這身行頭 就知道是比較運動風的 是太極運動員 剛剛施銘說 他花了兩個小時做他的頭髮 我只花了20分鐘做 20分鐘就完成了這身行頭 稱不上什麼行頭 對 好 OK 那我們就圓規正傳 我覺得 人生的旅途上有非常 非常多美好而且動人的故事 那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就像一部真人版的武俠小說 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從小是 先從台灣練到大陸各個地方 然後從少林寺練到成家溝 然後再從這個屬於業餘公園 練到變成世界冠軍 其實都是那種反差感比較大一點的 對 雙子咒嘛 反差感比較大一些 對 所以 這是我比較特別的一個故事 所以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不好意思喔 好 一個人的武林 二十年磨一劍 因為 追逐 這場夢的一個過程 一晃眼就是二十年 應該說二十多年 那這把劍一磨也是二十年 那我真的覺得 我非常幸運 幸運的不是說我可以拿到什麼冠軍 而是說我是那個天選之子 我從三歲開始 因為看到李連傑老師的電影 所以就此著迷 就此著迷 在心中種下了一個武術的種子 然後 從此就不改旗幟喔 那好 那在介紹分享我自己這段整個成長的過程之前 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也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要以怎樣的姿態穿過火坑 這聽起來好嚴肅喔 但這是一個大白話 因為 竹夢 並不等於你就是睡大覺 睡大覺每個人都會 做夢啊睡大覺啊不是喔 你在 竹夢的時候 你必須一次次的去更深入的 更深刻的認識自我 並且要去超越自我 因為很多人說認識自我就好了 認識自我然後咧 這叫有看法沒有辦法 那往往最艱難最痛苦最難受的時刻 就是在於你還要在自我超越這段時候 那為此你有時候必須去穿越在前方的一些火坑 那你想以怎樣的姿態穿越這些障礙 甚至自己心中的心魔呢 好 這是我三歲的這個鳥樣子 對 那時候都還沒練武術喔 然後我比較特別一點 我從小是在家自學 所以我在上大學的第一天 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天上學 我連幼稚人都沒有讀過 那更特別的是這樣子 從小不上學的人 我的爸爸居然是台大醫院的醫生 這簡直就是amazing 在台灣這比較是amazing的事情 就是通常一二代就是繼承這個警符基因啊 繼續就是考不死就往死裡考 繼續跟著爸爸一起去當醫生 不管怎麼樣就是要繼續考 那我們家很特別 我是因為李連杰老師 所以我種下了一顆屬於自己的惡魔果實 對這個不是一個超能力 而是因為我從此就是專注於這件事情上 一直去發展它 然後把它當作我的一生的志業 對 那我的很幸運的是我父母也非常支持我 我不是我爸媽拉我去 你要去練舞啊 你要讓自己身體變好啊 或是你要去打比賽 從來不是 反而是我拉著我爸媽說 媽媽我要去森林裡面找高人 為什麼 因為電影裡都這樣演的嘛 老師傅那種先鋒到骨的高手 都是在竹林裡面啊 在深山野嶺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去森林裡面找高人 但我是台北市的小孩 哪裡有森林 大安森林公園 對所以我就大清早的就跑到大安森林公園 就遇到就是一堆長輩們在那邊練氣功啊 都沒有在教小朋友的 那 所以我從三歲開始就非常的飢渴 非常飢渴 我就是想練武術 可是一直求而不得 所以我正式的練武 是在八歲的時候才開始學習武術 從習武之後 那一開始我練的是所謂叫傳統武術 這比較複雜一點 那反而總而言之我現在打的叫競賽武術 比賽規則會很像競技體操 我是有難度動作的 還有很多各種複雜的評分機制 但是在傳統武術的時候 其實沒有這麼多複雜的東西 你就是上去打一個套路 然後非常主觀 裁判覺得該怎麼打就怎麼打 對客觀標準相對少一些 難度也沒那麼高 所以在我國中以前 基本上各種傳統賽 也可以說業餘賽 大大小小的業餘賽 我全部都已經搜刮過一遍了 基本上我出去比幾個項目 我就是拿幾個金牌回來 那自己覺得已經是天下無敵了 哇我真是 反正出去閉著眼睛打都能贏 還有什麼 結果有一次就偶然間在YouTube上面看到 在介紹競賽武術的影片 對那時候台灣發展競賽武術 不是很公開也不是非常流行 那一看之後我非常的驚訝 我覺得自己好慚愧喔 天哪這些人隨便一個出手都打得比我好 那我到底在練什麼 所以從此之後我就下定決心 我下定決心跟我媽說 媽我要去大陸練 然後讓自己練得更好 我要加入專業隊 我要成為最專業的選手 我要成為世界冠軍 那後來我才意識到 並不是在我 並不是這麼多同儕喔 或者是在我這個年齡的孩子 是敢直接說出這個目標說 我要拿世界冠軍 但我在那個時候 就沒想那麼多 就是非常單純 我就說出了這個目標 那在這段這個遊歷江湖的過程 也很有意思 我在國中的時候 甚至去跟我少林寺的師傅 我去找他練功 在安徽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他說你就來吧 你就來練練練 練什麼我也不知道 那反正這一大清早就把我挖起來 然後就跟著那個打羹人一起去食堂做那些素菜啊 然後做完素菜之後 你就在那邊蹲馬步啊 然後 蹲完馬步練完這所謂的早工之後 又跟著其他的小武生 我們從半山腰開始 扛著米 扛著油 扛著水泥 要到山頂上爬30分鐘到一個小時 的大雄寶殿 去那邊蓋廟 我想說我後來想想是神經病啊 我是來訓練的啊 我來訓練怎麼就拉我來蓋廟呢 這莫名其妙啊 然後甚至說 他有一次就跟著道士 跟著道士去練功 練著練著 他說來 你跟我來 你跟我來 我們去拜一下祖師爺 然後就帶到一塊墓地 他是在南昌 大家知道南昌人 拜拜是怎麼拜的嗎 他是放鞭炮的 他在他的墓碑旁邊放鞭炮 我聽的是你是在 你是在 是在恭喜新年嗎 對 反正這種很多有趣的事情 經歷了非常多 那可以說 如果你真的是在走專業的運動員 專業的武術訓練的話 這些事情 在任何一個教練聽起來 他只會回答你一句話 你是在浪費時間 你花這麼多時間 你不是在做訓練 你根本就在浪費生命 別人在訓練 你在做什麼 你在這邊給我蓋廟 這沒有效率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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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段歷程 就是小時候練得非常雜 好像看到了很多東西 就像剛剛師明講的說 好像這個很熟悉 但是卻又很陌生 我好像會點什麼 但是沒有一樣東西 是可以拿出來當成一個商品的 我們在競賽運動員裡面 什麼是商品 就是你能拿出來直接比賽 然後是有競爭力的 甚至是可以拿牌的 這是我們的商品 對 我好像什麼都練過一些 但怎麼好像都沒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商品 然後到哪裡 每個教練都說 這個孩子很有潛力 你是一匹黑馬 我一開始聽了好爽 我說我是黑馬欸 教練好像很喜歡我 充滿期待 那不對 一年下來 遇到的教練都說我是黑馬 第二年還是黑馬 第三年還是黑馬 那個時候我已經是高二要高三的時候了 面臨要考大學專業隊的時候了 就像浩文一樣 他是練習生 我們是運動員一樣 你一直是在當黑馬 你好像沒辦法變現欸 怎麼辦 那我就開始恐慌了 我到底有什麼 我非常恐慌 那為此 我恐慌之後 我變得是更加的努力 我非常努力的訓練 我想說不行 我落後人家太多了 人家專業隊體系出來是從 五歲喔 五歲就開始練難度 開始練身體素質 但我正是開始從事這種 專業訓練的時機是什麼 我是十五歲開始 我完了人家整整十年欸 我好像一直是在落後的一個狀態裡面 怎麼辦我要趕快追 所以我要壓縮我自己的時間 壓縮我自己的生活 甚至壓縮到我自己的生命力 怎麼說 人家練四個小時 那我花三倍的時間 我一天花十二個小時 甚至十三個小時 我巴不得二十四小時我都能練 所以我還壓縮自己的睡眠時間 我那時候上大學 早上早八的課 我是進去點個名 然後就回到訓練場 我就開始打整套 這是不良示範啊 對然後半夜 我們已經練很晚了 團體訓練已經練很晚了 半夜 然後大家都走了 練到十一二點 我還跑到操場去跑三千公尺 五千公尺 就是已經是到瘋狂的狀態了 我覺得 比我強的人都在練 那 我一定要練得比他更多 要更好 所以我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腦袋想的就是 只要能努力 你就可以拿到一切 對 所以很快的 很快的 我獲得了回報 我在2018年的時候 獲得了 入選了 我人生第一次 亞運會的代表權 而且那次男子太極 只派一個人 那就是我 我說哇天啊 我終於進入到 我這麼一切的辛苦 都是沒有白費 我終於獲得了我夢中的 夢中那個最高殿堂 因為 武術項目最高 最高賽事是亞運會 目前還不到奧運會 我終於如願以償了 我可以踏入這個殿堂了 結果 因為我太努力了 我忽略了我非常多 身邊的美好 甚至是我忽略我自己 到底是誰 這長久我的壓迫 自己的身心的狀態下 我造成我自己身體 非常多的傷病 尤其是我的右腳筋骨 那變成是我當時 只能靠吃止痛藥 來維持訓練 我都已經吃止痛藥吃出經驗來了 我賽前30天開始每天吃 為什麼30天 因為再多一天 我的腸道就差不多要進醫院的那種 就是照三頓吃藥 我才能去訓練 然後去打比賽 所以我自以為說 哇我努力終於有成 我可以去打亞運會了 結果呢 我原本 我們是兩套家長 我第一套打完 已經是要拿銀牌了 但我還要第二套的成績出來 才能確認成績 第二套的最後一個難度動作 我一落地 沒辦法實在是太痛了 痛到軟腳 痛到是那種連止痛藥都擋不住的痛 那就是這門 臨門一腳 我就跟獎牌錯過 我當下是非常的羞愧 大家其實不太知道 台灣運動員 在出去打比賽的時候 是帶著怎樣一個心境 就是會覺得說 我如果沒有拿下獎牌 我是在 丟我們國家的臉 你知道當時的心境會是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 各方長官都來現場看了 哇這個要開牌了 要開牌了 要開牌了 最後一跳 沒了 對 那簡直是崩潰 真的是崩潰 就是怎麼會這樣子呢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時候 我剛好是大四的時候 即將畢業 我原本給自己設定的目標就是 我把我自己的運動 運動生涯直接壓縮 一次拼 拼四年 拼到大四 剛好可以畢業 然後 OK 我就收三 我拿牌 然後收三 就這種非常現實 非常效益主義的想法 結果 就這樣子了嘛 就失誤了嘛 沒牌了 然後我就思考一件事情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你甘願嗎 我不甘願 我不甘心 而且我覺得 無論是不是真的有拿到牌 我帶著這樣子的心境 去轉換到我下一個人生階段 這會產生 會讓我自己生病 所以我決定我還要再打 那還要怎麼打 你要怎麼打 我發覺說我必須去轉換我一整個人的生活模式 我要翻轉一整個系統 努力不等於認真喔 這件事情 這是我一直以來非常深有體會的事情 努力不等於認真 這好像是在聽這什麼奇怪的東西 努力你去看那個努怎麼寫 上面是個努 下面是個力 這代表這個檔次不是很高的東西 努力可以讓你戰勝80%的選手 這是我深有體會的事情 當我一努力拼下去的時候 80%的人都不是我的對手 都不是我的對手 但是 當你要成為那最頂尖的 5% 3% 甚至是1%的時候 你必須非常的認真 就事論事 什麼事情是正確的 你必須心裡要有底 而不是只是說我好像用力了就好 我付出了好像很多東西 我就可以戰勝別人 所以 努力不等於認真 你必須就事論事 然後從 擁抱自己的陰影開始 我發覺我一直向前衝 我身後的陰影面積越來越大 我的天啊 怎麼後面全是陰影啊 可是 陰影沒有不好 代表它裡面有很多 是你一直忽略掉的珍貴的事物 比方說你自己的一些弱點 你一直在往前衝 我就是要 光鮮亮麗的獎牌在那邊 我要去往那邊衝啊 而且大家都往那衝 那我跟著一起衝吧 但事實上 你有很多東西是不足的 當你回去去把你陰影裡面的這些價值給撿起來之後 你才能去做一個新的蛻變 好 所以 就是 為努力 為成功去找方法 你要想盡各種方法 運動員 尤其像太極運動員 其他我不太敢說 太極運動員 後來總歸就是 你不能只是想著 我要加強我體能啊 加強技術啊 其實你必須去 發揮你的想像力 有很多東西是在你生活中 甚至 你需要透過閱讀不同的書籍 來吸取養分 而不單單只有在訓練場跟比賽場上 對 所以你用想盡各種方法去未成功找方法 對 這也讓我回想到 我當時在山上跟著人家蓋廟的時候 我才終於領悟一件事情 練功 並不是說我一定要進到訓練場才叫練功 我就算我是跟著人家蓋廟 我在搬磚 我在人家跟人家炒菜 我在種地 其實生活無處不是在練功 然後生活無處不是在修煉 當我真正有這樣的領悟之後 我才把我整個的系統做一個翻轉 所以這個系統並不是只是在 專注在訓練上而已 所以最後就是大家會說 你怎麼這麼晚才拿世界冠軍啊 你是不是浪費太多時間啊 結果我就回他們一句說 其實沒有什麼不該走的彎路 只有屬於你自己的必經之路 正因為見到了這麼多的 走過這麼多的彎路 我才見到這麼多不一樣的風景 他人看不到的風景 吸取到人家絕對不會吸取到的養分 然後去見證這麼多 各種各樣的自己的面貌 在這邊還是跟大家講一句 拿世界冠軍好像很厲害好開心 我跟你講開心一天就可以了 我拿完世界冠軍的隔一天 應該說隔一晚 快要崩潰 快要崩潰 像天要塌下來一樣 因為會有各種不公不義的東西 來指責你 你是不是買裁判啊 你是不是買裁判 裁判比較喜歡你啊 裁判是你老師啊 有些事情簡直就是 只需烏有的事情 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練武之人 為什麼會去講出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 最後就是 他們會說 這都是江湖 你是不懂江湖 那我想說天啊 練武之人的江湖水都這麼浑濁嗎 這是優氧化的池塘吧 是不是 到底是江湖還是池塘 要搞清楚啊 那我怎麼辦 我還要打比賽啊 我怎麼辦 我要加入他們嗎 我要加入這個市場嗎 還是說你們這群裁判全部不對 我要教育你們 不是 最後總規就是 我要開創屬於自己的條路 見路不走 自成體系 我不要再去依賴誰 或者是哪個體系 給我一個什麼養分 我必須靠誰 而是我堅持做 捍衛自己的價值 做正確的事情 所以 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那最後 也跟大家分享 《一代宗師》裡面的一句話 就是 點一盞燈 有燈就有人 念念不忘 必有回響 因為我覺得 你的生活如果無光 你在場上更不可能發光 像我們在 都是在台上要展現自己的人 你不可能到場上之後 你才說 我要發光 我要發光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發光是一種身體的習慣 對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後來 跟著我媽媽一起創辦了一間公司 專於在做 關於太極權推廣 還有療癒 這方面的事情 叫 Extro Chi 對 所以 我們覺得 我們要走出屬於自己的太極風格 點一盞燈在那邊 好 這也是最後我想分享給大家的 我自己的一個名言 在落地之處開花 在所到之處發光 也許 您現在的階段正處於 生活中比較低谷的時候 但是 請絕對不要忘了 擁抱陰影的同時 要心向光明 那 願我們大家都可以在自己所到的地方 發光 好 這是我的故事 我是孫家鴻 謝謝大家